太平环中路以及玉咸路一带大楼林立 再加上邻近塑校商圈停车位是相当炙手可热 因此在地方明代积极争取下 顺利争取到市府编列300多万元的经费 在玉咸停车场中再增加109格汽车停车格 同时也把一旁被截断的人行道继续往下延伸衔接起来 让民众不用再走到马路上发生人车争到的危险场景 地方明代里长等人指着一旁的施工地点 讨论后续的工程规划以及进度 这里是位在环中路以及玉咸路一带的停车场 由于停车空间相当强手 因此地方积极争取增设停车格位 其实太平这几年人口巨增 我们已经即将达到20万了 所以对于台中市285万的人口 我们太平也是贡献良多 所以在这个人口飞快的激增的 我们的太平区真的需要更多更多的停车空间 我们增加的范围会增加了109格的汽车格 大概预算大概会在300多万元 那我们预计会在6月30号以前来完工 开放给民众来增加格位停放 太平新品里带人口近年来快速增加 大楼住户领利再加上临近数校商圈 虽然设有预险停车场 但停车需求依然相当大 因此在地方积极争取之下 在预险停车场旁的空地 增加109格汽车停车格 另外走在人行道上 但走到一半人行道就断头 必须要绕到马路上 人车正道相当危险 因此也将进行改善 本来到这边的人行道 就走到这边就被截断了 所以没有办法衔接过去 走到外面 走到断掉的人行道的时候呢 是人车正道直接走在马路上 这一次也要特别感谢 我们的交通局呢 也打造我们的人行道 把它整个都衔接起来 人行道的部分也增设出来 这样对于我们 对于那个用路人来讲的话 是相当安全的 多增设了109格的停车空间 让我们的商圈 好吃好玩 大家来买的时候 有停车的空间可以来运用 才不会有危险的问题这样子 这一次地方顺利争取到 市府编列300多万元的经费 整体工程预计6月底完工 提供周边居民良好友善的居住环境 接下来引诚 朝安台中厂报道